玩具TV第十四季第八集 剛才又懷疑車又懷疑機械人 又懷疑又懷疑 回來高達 終於高達了 終於高達了 今次要介紹的就是 萬眾都可以叫期待 我個人來說高達系列都很喜歡的一部機體 巴巴托斯 龍王 我很期待 我買不到所以特別期待 你買到這一套 你1380過去旺角的KO 你有錢就可以買到 我絕對不推薦大家1300以上買 我真的買不下手 1300真的買不下手 不值這個價格 而且作為第一彈 應該便宜一點 是便宜的 原價是6.988 沒什麼訂的 訂得到就好像900多元 封面一如既往的Metal Robo One 有了主體 深中式的底 突出白色的巴巴托斯 其實就沒什麼好說 等一會兒說 正如 近近地 我們看看今次的主角 已經急不及待 對 它本身可以做回那種狂野 和野獸的感覺 我覺得Metal Robo One 它的可動是有所提升的 或者是它有部分動作 其實它一般以往做高達 其實它的動作依然很機械 比方說是由零去到可能30度 這樣 但是它這個版本 你會見到它很多拆件可能是零 有30度 也都有-30度 為什麼呢 因為肩膀向前後轉 你把狂的動作一定要向後 例如咬腰向後 肩膀向後 你會見到在它上面 做了很多另一方面的拆件的妥協 所以它玩下去很新鮮 對 不斷地轉了一圈 其實外形來說 有些朋友覺得它的頭是崩壞的 看你哪個角度去看 對 我自己來說 其實如果真的跟著它的樣子 我是接受的 是 我自己是接受的 不過反而在這個下額位上 其實本身都是兩滑 它沒有什麼特別的上色 它只剩下一滑 其實它有一個粒痕 魚有魚的位置 對 所以你有時間可以自己畫得OK 我起初就在想 因為很早 因為我未收到的時候 現在都沒有了 我記得一位師兄 鋪了相片上網 就是一張女前家比較低炒的相片 我心想 哇 它兩隻眼睛叉得這麼開 然後嘴線又剩下一滑 好像有點尷尬 但是呢 你見到實物的時候 你會扭轉了你的觀念 那些什麼拆開眼睛 它不懂得拍照 真的 大哥 一放下頭 其實你看不到眼睛 但是很瘋 馬上又可以扭轉 或者是正正經經 站起來 身體 讓大家看一看 我覺得它公平一點 我覺得是沒有計算 之前有人拿HG 跟它一起 Corset HG的頭是挺漂亮的 沒錯 嘴線 眼睛又英俊 Corset眼睛的位置 不太好 但是 它在一個觀 或者面的造型 來說 其實是有些突破點 特別是那個觀 就是那個天線 可以叫做 那個天線 是它拉的角 拉得很漂亮 正正經經地站在這裏 大致所謂看它的外型 是吸引的 而且它的線條 那種直角的感覺 是很硬的 是 它比起HG 肩膀闊了 是 肩膀闊很多 是啊 整體上它霸氣很多 因為HG 本身的肩膀很窄 感覺上好像 好像縮了頸 那種感覺 但是它這個版本 胸部拉回很多 斜形 靈角 肩膀拉闊 整體的平衡 靚了很多 其實真的兇了很多 很漂亮 其實HG 我自己來說 因為我也有組裝 我很難得會組裝模型 但我自己對於模型的設計 其實我評價都高 是漂亮的 坦白說 如果你把兩件放在一起 其實是兩個表演 我又不可以 當然你問我 我自己也喜歡一個 強橫的上身 但是HG 它就把原本的設計 扭了出來 亦都可以拿到本身 它那個平衡 變成兩樣東西 所以其實有時候 Matthew Loewen 有些東西改得好 有些東西都改得不好 以往有幾款 可能就有些崩 特別是頭 每次頭都崩 不知道為什麼 特別喜歡做大嘴一點 但是它在身形上面的修改 每次你未必是 怎麼說 你未必會覺得 它比以前的好很多 但是它的演繹是 另一個風味 壯健一點 更好看 更外乎 它這隻的賞色很漂亮 對 很金屬 這次都真的 而且剛才你說 我自己也有組合HG 我覺得它最重要 就是那隻爪 那隻爪 那隻爪 已經贏了 真的很突出到 尖 還有那種狂的東西 那種厲害 那種 只有它才行 那些成品才行 無形 真的做不到 其實因為HG本身它有很多局限 因為有些兒童的玩具問題 對 那些角後面又要加一粒水口 加一粒盒 那你就要 如果你識砌 那些就要自己剪 例如那些手指 它又不能過尖 那你會見到它在這個部分 你會見到 可能一隻手指 可能是HG 它本身是弧形 你會見到它特意加了一些截面 令它 它比較狂的東西很多 特別是腳趾也漂亮很多 其實很漂亮 很漂亮 好 那看回本身 其實這件事的精細度去到哪裏 那我反而想跟大家說一說 其實你看看後本位 爪的上色 頭部的分件 當然 其實坊間也有提過 有一個挺重要的 我叫做缺陷 就是腰 成也封雲敗也封雲 不過我這一隻其實相對性 沒有坊間 在Facebook看見朋友 那些那麼鬆 起碼我這樣搖 它也沒有很特別說 你只是未去到那裏 你只是未去到那裏 對 因為大家對Metal War 1 不會太陌生的點是 你越玩越鬆 但是為什麼它會有一個鬆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那個高達骨架 它真的完全做到那些油壓位 這些路路 變成你一個可動那裏 我相信應該如果純粹就住 任何高達系列 它那個前腹和後腹 應該最誇張一定是它 其實大部分高達的腰都不太動 是 但是你這一個根本是做喉管 所以變成你 對回喉管 因為是手左 oh sorry 它的管是不是真 即是肩油壓管 還是做藥管 肩油壓管 是肩油壓管 這樣很厲害 真的有心 大哥 也是那句話 我先拿到這個 對,機艙可以打開 你想怎樣 機艙可以打開 如果你說裡面有 有三日月 就更加開心 不過算了 我又不是挑剔到這個地步 這個是三日月的家 對 沒錯 嘩大哥 真的床和拋房 都一樣 真的想起都興奮 另外是後頸 雖然我不知道這個關節做什麼 其實因為它那個上頸的 枕頭是比較弱 因為它前面補 花紋補得很多 是 所以它唯有用下頸去彌補 但是它確實這個 拆下來有點尷尬 但是Bandai也挺常用這種做法 但是它向上惡 嘩 你真是 想起都要放在這些姿勢 大哥 一來它衝 那樣子就是衝出去 對 前衝、跑 那種 你根本就不需要當它 一個人類的擺法 大哥 哇 馬上有初號機暴走的味道 是 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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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嗎 你開始會感受到 Metal Obo 越慢越鬆的感覺 是 其實本身這隻的關節是誇張的 但是也有兩印劍 雖然骨架本身也是金屬 看到很清晰的是金屬 但是也不算很緊的 不過你可以看到它的大腿的褹位 球形關節 真的可以令你怎樣扭都可以 大哥 這隻的合金 在你以往玩的Metal Obo 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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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簡單來說 它任何看到的骨架位 關節位 全部都是金屬 因為我甚至看到那些 真是老江湖 那些裝飾件都用了合金 對,所以真的有點癲癲 交給你玩一下 我很害怕 一會兒開始搖滾的時候 搖滾 搖滾 搖滾吧 其實大家玩就要很小心 因為玩開Metal Obo 可能玩開Metal Obo 系列的人都知道 其實這些燒光的組件 是十分容易化 更外乎其實它本身的肩甲 就是上面一個波頭下面一個單軸 如果你沒有把單軸拉開的時候 其實它這個肩甲很容易刮到它本身的胸兩邊 所以玩就要很小心 而且它本身加大一個可動 有好也有不好 好處是你可以玩多一點 但是其實不好處是它本身 容易規格和規格之間自己互相摩擦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在安全性上面 就是這個產品是很大讓步的 安全性 以往沒有這麼大讓步的東西 其實它一向都很安全 比方說它這次手腕的波珠 是用了類似大家玩1比6 是 或者是一些1比12的公仔的單軸波 以往都是這樣擦一條柱 所以這個也很有趣 它的手指這次就特意做了很遠 很遠身 我喜歡這個 對 雖然不知道,但你不知道它原來這麼遠 大家很小心 這麼遠的軟膠 這些金色的時間一長就會退色 所以你會看到它有很多安全性 或者是一些考慮上的讓步 感覺上這款產品是很突破Metal的運 但是它也很突破了它的安全性 所以是時日問題 我就有點擔心 說回Bandai曾幾何時 它會流行尖的部件 它會比一對軟一對硬的 是啊 曾經這個就沒有 沒有這麼佛心 它近年好像戒了 在Gundam Fix上會比較多 可能是成本問題 所謂的 ILL 옷P Gundam Fix有 Gundam Fix有 Gundam Fix 100那些 對 Metal 那個會有 好了 將這個 怎樣稱呼 你叫徐茅 徐茅 字典叫徐茅 徐茅裝在後面 其實感覺都非常霸 因為徐茅 這件是大抽很多 也霸氣很多 坦白說 Metal Robo 跟HG相比 跟原本的設定 會狂野化些 這是我買的 剛才說過扣病的地方 住在腰或關節鬆之外 最大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 我記得當年第一次 大家見到這支 小孝叉 我喜歡這個東西 是甚麼呢 就是當他手持兵器 當時的模樣 為甚麼會這樣說呢 我猜到了 是不是他不夠力 男人最難 隱身男人最窄洗 是甚麼呢 我可以好看 他又不是不舉 他最窄洗 也是剛才你說的 過裝位 你這個基本上 他是沒有可能 可以鎖得住 除非你不動 但因為他是單邊 所以可以擺橫 你擺橫 我當然沒有問題 我用大腿浪 有真實 因為我用大腿浪 哦 立即感受到 男人最痛 所以 為甚麼會有這個設計呢 輔助給他 對 就是讓你彌補 這個不舉的情況 當然 你說是否說 軟弊弊弊 完全拿不起來 又不是的 而且他本身也知道 有這個問題 所以他這次的台座設計 完全是切合 輔助拿著這個燒烤叉 可以托整個 墊除的重量 不過我現在先安裝這個 這個已經顯示了 三日月用完阿賴夜色之後的狀況 所以要 所以要加一對 輔助備給他 阿賴夜色的風險真的很大 是 我很害怕 其實他也挺細心的 我的印象中 他本身也是輔助備 但是在背包裡走出來 是 即是在第一版的 包包托斯的時候 他好像在背包的 旁邊有一塊東西 可以凸出來 插拌 可以扣件 可以安裝那支炮 但是來到這個版本 在手肘走出來 有些失望的是 他要另外裝件 我以為可以 好像在內部 扣出來的 手肘 本身這個爪不能動 不過 他也很佛心地 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但這個是原裝設定油 還是這個會否發動出來 原裝設定油 不過不是這樣用 這樣就減低了筆舉的問題 減低了 不是這樣用 因為你的肩膀也是搭載的 是啊 所以肩膀也沒有比較好 如果不拿來輔助 拿支武器的話 可以拿去撐在地下 沒錯 所以你也有一個辦法 可以逃避到這個問題 其實這隻的可動 是完全不需要擔心的 不過你會發覺它有一部分 可能下半身的拆件 可動的軸心是有點奇怪的 我沒有特別用到 它附加的台座 也算是拿到相對性 比較好看的動作 也不會跌 其實是可以的 當然,整件事的重點 其實當時頂眼的肩膀 最重要的是這個 你為何連這些特效件 都可以有關節動 這招真的絕 現在 1 2 這個不算動的 但其實已經夠玩有得了 嘩,但都很幼 大家玩都要很小心 小心也不用 除非你只是故意拔爛它而已 OK的 但它本身也有兩節的關節 可以讓你調教它那個殺氣 即是當你這個完全 跟阿賴耶式同步之後的情況 但它的效果給我的感覺 好像偏橙色了一點 是 應該是紅一點 應該是紅一點 轉了轉角度 因為那把矛 對著我 除矛 我對不到招牌 它是甚麼中式的武器 除矛 應該就不是 中式也有 但是這個名稱 兩種文化的兵器都有這樣叫 但形狀是這樣的 但是 除矛 別人的除矛 是那個矛 是一個矛 這個兵器的形狀 我們叫回燒烤叉 沒錯 或者燒豬 其實它是仿劍的鎚 我們這樣看 是 其實劍裝了這把東西之後 那條腰都不自覺地向左側 因為它本身的份量 都真的有了差不多 所以 其實肩關節 或者腰關節 前臂 都未必 100%可以承受到它的重量 變了 其他本身 因為都是靠骨架去做關節位 變得比較鬆 這真是鐵一般的事實 即是說真的 它站得穩 我當我贏 那它站得穩 是的 當時看鐵血 就在想 為什麼他們要駕駛這麼巨型的武器 看完之後才發覺 他們這麼合邏輯 對 他們抗擊光 全部都是用 本身所有裝甲都是有這個 納米塗層 防備了光行武器 所以變了近距離的攻擊 或者是這個實彈系的攻擊 變了是 握制戰之後 最常用的兵器 然後他們還用一些特別重型的武器 是為了打破人的駕駛艙 或是即擊駕駛艙 打得比一整塊屎 對 連同外裝甲一起砌 來打死對方 還有一句 我多欣賞這套東西 其實狼王 3月坐了之後 都真的無敵 其實不要說狼王 坐了上去 之前八八托斯的一般形態 人類來說 都已經沒有一個是他敵手 雖然他很小 但又很大力 又很大力 又開槍 又可以 所以全力 都可以 好有說 是嗎 不出聲也有女兒 還要 因為主角光環 出小句聲 可以叫他扔 所以基本上 我們這些男人 都要出小句聲 便能找到吃了 大致上就介紹這麼多 我不打算把後面最精彩的美翼再拆來 再拼一拼 只能搞 那 接下來 今天就公佈 殘命 會出殘命 殘命就是很帥 很帥 很帥 其實我沒有想過他下一隻會出帥 對 我反而會猜是那隻紅色的 他的partner叫什麼 劉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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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而是發音 應該是發音 你可想抗拒 誰會發音 沒有理由會出 秘道爾 我喜歡的 我是很喜歡這部機 秘道爾很帥 因為他真是帥過本身 成夢力 成夢力很多 我只有他喜歡劇兵型態 劇兵馬 特別是 其實他本身是劇兵型態 很多 因為他的腳步分出 之前我記得 不知那一年 有位師兄組裝了模型 把後面那隻腳做回作 漂亮得瘋,完全是人馬的感覺 我也期待會出石蒙力 但是下一隻,例如圍杜爾之後 會不會出石蒙力圍杜爾呢? 後繼的 其實我不是很明白,也是談戀劇情 其實我覺得殘命的作戰能力 絕對不會比石蒙力最終形態差 其實我覺得是凌駕他 那六把實體劍又有短槍 腳又多工具 我不明白為何要轉回 當然,他要將自己家族的名字 再勾出來 我持有石蒙力 其實我只懂得升家族的誰 有那個代表性 但是作戰來說 確實圍杜爾,殘命是更加勝一場 直接的嘛 其實有一點很有趣的 以往我經常看,不是有些大合體的機器 其實你一個主體 合了一些大的手和腳 其實是弱了的 石蒙力圍杜爾是有一個同樣的狀況 我本身是一個很純粹的機件 全部直接的 就是身體我的 現在多坐一個人出來 然後妨礙著我 我直接控制我身體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沒有用的 阿拉四野 他其實是太脆 他幫你控制了那半節 所以你什麼都是可以的 你進了進去的嘛 是兩樣東西 但是他不和我識武力圍杜爾 是坐了一個雜物在裡面 所以其實我也是應該是差了 但是最後他把把力砌到看毛顏夫那一刻 這就是愛的力量 對,對了 好,那先懷著這樣 稍後見 多謝 再來 兩個 爺 好 待會我們 兩下 一下 大 是